一般我們的螢幕畫筆 通常是另外安裝軟體 所以如果您在使用Google Meet 在做分享的時候 假設您剛好分享的是 像這樣YouTube上面的影片 需要播放聲音的或像電子書 那這個時候您如果透過分頁分享 可能就沒辦法使用畫筆的功能 現在您可以試看看WebPen Screenshot 這個是Chrome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您把它增加了之後 可以把它丁選 留在我們的這個工作列上面 那這樣您下次再遵選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試看看 目前我就是透過分享這個分頁 假設我們在YouTube這邊 我們需要做註解 可以按一下這個圖示 它的工具就會跑出來 那目前它有提供筆文字還有線條 曲型圓形多邊形的這些工具 那顏色的部分您可以自行修改一下 另外就是它的尺寸部分呢 這個是代表畫筆的粗細 還有文字的大小 它是共用的 那這裡有一個限制就是它的文字 目前是沒有辦法打中文的 那其餘的部分倒是都沒有什麼問題 像是現在這個畫筆的部分 就可以這樣去使用 您就可以針對您所需要做說明的部分去做繪圖 另外呢如果您需要暫時操作網頁的內容 可以切換到這個箭頭的工具 那您可以網下捲動也可以操作我們網頁的內容 而且呢您看它的畫筆 會隨著我們的網頁跟著被捲上去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我們現在 一般螢幕繪圖軟體裡面比較難去做到的 一般繪圖軟體裡面 你捲動畫面的時候 它的畫筆是不會跟著 就是一起捲動的 那另外呢 如果您有需要做這個擦除的動作 當然這裡有這個橡皮擦 你可以慢慢擦除 也可以這裡有一個倒退鍵 或者是整個全部一起擦除 都是可以的 甚至呢 它還有提供就是拍照的功能 可以把您的畫面拍照下來 那您就可以直接儲存起來 或直接複製到剪貼簿上去使用 那如果您用完了之後呢 可以按一下離開 它就會把這個關閉 那假設您只是暫時不想看到這個工具列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關閉 它工具列就會把它收起來 好那等到您在按一次的時候 它就會再打開 所以這個是它目前的一個使用方式 那最後呢 如果您覺得想要設定一個快速鍵的話 也可以透過這個齒輪進到這裡面來 直接指定您的快速鍵 這樣下次呢 您就可以直接用快速鍵的方式 把這個工具叫出來 那我們剛剛在做的這個部分 在遠距Google Meet會議 它也會同步看到 好所以呢 您就不用擔心說 您的畫筆 在您不是使用這個全幕分享的時候呢 對方看不到